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Yummy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呢? Great! Everybody, it's English time! B D is for bow C C is for cup S S is for spoon Bow, 碗, Cup, 杯子 Spoon, 湯匙 今天的单字都是餐具呢 沒錯 Yummy,我這邊有一些还没有整理好的餐具 你可以帮我分类摆好吗? 当然可以啊 那要怎么分类呢? 在我这边有一个柜子哦 第一层是摆Bow, 碗 第二层是摆Cup, 杯子 第三层是摆Spoon, 汤匙 这样Yummy,你都知道了吗? 知道了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 好,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This is a bow 这是一个碗 Bow, 碗 摆在第一层 再来 好 This is a spoon 这是一把汤匙 Spoon, 汤匙 要摆在第三层 再来 我又拿到一个碗咯 This is a bow 这是一个碗 Bow, 碗 跟刚刚的碗一样 摆在第一层 不错哦 好 This is a cup 这是一个杯子 Cup, 杯子 杯子要摆在第二层 这边 好像快要整理好了耶 This is a spoon 我又拿到另外一把汤匙了 Spoon, 汤匙 要摆在第三层 叮咚叮咚 Yummy很棒哦 再来 最后一个咯 This is a cup 这是一个杯子 Cup, 杯子 杯子要摆在第二层 Yay, 完成了 哇, 你阿咪很厉害耶 小朋友, 你都有摆对吗 Good job 可是柳丁哥哥 我好像有点饿了耶 那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准备好了 Bow, 碗, Cup, 杯子 Spoon, 汤匙 还有一些好吃的餐点 那我们一起去吃吧 Let's go Bologicos, 碗, P, J Bow, 马�� Similar 碗, 外器 香 C、iser C, 扣椒 C, U, P, 盆 櫃子 S S Spoon S P O O M Spoon 湯匙 柳丁哥哥 剛剛的餐點真好吃 Thank you 謝謝柳丁哥哥 You are welcome 不客氣 雅米 既然你已經吃飽了 那我們再來複習一下今天的英文吧 我知道了 柳丁哥哥 我們來玩半家家酒 順便複習英文 我來出題 No problem 沒問題 第一題 我想要一杯牛奶 OK I want a cup of milk 我想要一杯牛奶 牛奶好香醇喔 怎麼樣 牛奶好喝吧 還想喝什麼其他的呢 那我想要一杯茶 OK I want a cup of tea 我想要一杯茶 Yay 感覺好像在喝貴婦下午茶呢 啊 柳丁哥哥 你好像忘記放糖了 啊 對對對 Sorry 那我再幫你加一湯匙的糖好嗎 A spoon of sugar 一匙糖 來 我幫你加 謝謝柳丁哥哥 又香又甜呢 感覺整個身體都暖和起來了 怎麼樣不錯吧 我泡的可是最頂級的 阿薩姆紅茶呢 喝完茶了 最後我想要一碗湯 沒問題 I want a bowl of soup 我想要一碗湯 嘿 謝謝柳丁哥哥 哇 那我要準備開豆囉 Yummy yummy 拌家家酒真好玩呢 拌完之後呢 我們趕快來複習一下 今天的單字吧 小朋友都很棒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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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咪 咪咪 歡迎來到 悠悠咪咪 讓你猜咪 我猜不到 漂亮 不論懂神器或懂腦 打對答案才最重要 漂亮 嘀咪 嘀咪嘀乖乖 咪嘀乖乖 咪嘀乖乖 咪咪咪咪 像愛耍寶 答對就哈哈笑 答錯了 你猜得正好 今天不猜你 準備去野菜 QQ 我最期待的咪咪野菜日 就是今天了 Q公主 你看我精心準備了 有美味三明治 還有草莓甜甜圈 以及繽紛水果蘭 QQ 好豐盛喔 我全部都想吃 這是一定要的 既然不猜明 大家就要玩得開心 吃得開心喔 太好了 我已經準備好 漂亮的羊傘了 還有帥氣遮藥帽 保證不曬黑 小小兵 我們準備出發 怎麼會有一隻流浪的狗狗啊 牠掉到心底裡面了耶 牠看起來好可憐喔 可憐真可憐 找不到回家的路 好幾天沒吃東西 也沒洗澡 本來名字叫香香的 現在要改名叫 臭臭了啦 香香 你先別緊張喔 我們大家一定會努力 叫你出來的 沒錯 看來今天還是要先猜謎了 國王寶寶 趕快給我們第一個提示吧 謝謝寶寶 我看看喔 公園 爸比 我們不是說要先猜謎完 才可以去公園野餐嗎 你怎麼現在就去公園了 Q公主 不是的啦 國王的意思是說啊 今天的答案 在公園裡常常可以看得到 那小小兵 你們有去過公園嗎 有 那你們在公園會看到什麼東西呢 對 又好聽 超超版 真的耶 小小兵想了好多好多公園裡 看得到的東西喔 讓我好期待這一次的野餐喔 可是我們要先得到 咪咪金鑰匙才可以去公園喔 再給你們多一點提示 今天要猜的是公園裡面的一項 遊樂設施 快想想大安倒的心 是蝦米 是蝦米 家家用不少的把氣 有星星吧 最沒問題 我這幾天也有流浪到公園去喔 看到很多遊樂設施耶 該不會是那個 跳上去就會堆堆堆的搖搖吧 那很好玩耶 會是搖搖馬嗎 那就還要再看看第二個提示 才會知道喔 國王 請給我們第二個提示吧 謝謝國王 長辮子耶 意思是說 這一項遊樂設施 上面通常都會有兩條鐵鏈 或者是繩子 就長得很像這個長辮子喔 沒錯 只要坐上去抓住兩條長辮子 就可以這樣 動過去 動回來 動來動去真有趣 這麼好玩 小小兵有答案了嗎 請國王公布正確解答 請國王公布正確解答 好 有兩條長辮子 手抓住就可以 動來動去的遊樂設施 就是當秋千 恭喜你們答對 明明紀念石 開啟 我出來了 謝謝小小兵 等我洗完香香 你們帶我一起去野餐好不好 好 好 我們等你一起去 猜蜜小兵 來介紹勝利的HAPPY 耶 耶 耶 謝謝 謝謝 嗨嗨 HAPPY HAPPY 我們一起HAPPY TARBY 兜兜島上充滿懷疑 勝利勝利 我們一起祝祝勝利 一起唱著金星曲 跟我一起大聲說 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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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見了 再去見 大小姐了 大小姐 迷你國王歡迎你 一起大聲 嗚嗚 螢火蟲發光是為了要求偶喔 柳丁勒哥 你在看什麼 看得這麼認真啊 我在研究螢火蟲啊 番茄姐姐 你知道螢火蟲為什麼會發光嗎 發光 這個 我不太清楚耶 不過我很喜歡螢火蟲喔 牠們一閃一閃的發亮 真的是超美的 那你想不想要跟我來一趟 螢火蟲之旅 可以看到真正的螢火蟲喔 可以嗎 太好了 那我現在趕快回去準備一下喔 螢火蟲的光是來自於身上 柳丁勒哥哥 我準備好了 可以出發囉 我也準備好囉 為什麼你要帶著垃圾袋還有夾子 我們不是要去看螢火蟲嗎 喔 帶著垃圾袋跟夾子 是為了讓我們在勘察地形的時候 可以順便把大散的垃圾給撿回來啊 看螢火蟲還要撿垃圾喔 當然要啊 因為螢火蟲喜歡乾淨的環境 特別是不能有污染的喔 要不然牠們可能會因為環境不佳 而慢慢消失的 那我也要幫忙把垃圾帶下山 一起保護螢火蟲 不過你的衣服可能要換一下喔 我的衣服怎麼了嗎 最好是穿像我一樣的長袖跟長褲 因為山上的蚊蟲很多 這樣穿才不會被蚊蟲咬傷 我最怕被蚊子咬了 我馬上回去換喔 我等你喔 等我一下 好 超美姐姐 你知道London在哪裡嗎 我知道喔 London就是倫敦 是澳洲英國的小度喔 沒錯 Bridge是橋 所以London Bridge就是倫敦橋 那可是為什麼London Bridge 倫敦橋 它會falling down 倒塌了咧 其實這首歌本來是挪威的軍歌喔 相傳在西元1014年的時候 丹麥人要攻打英國倫敦 結果英國就戰敗了 所以他的好朋友挪威人 就要幫英國打敗丹麥 就破壞了倫敦橋 最後獲得的勝利喔 喔 所以這首歌是為了要 慶祝挪威的勝利啊 好好玩喔 那我們再來唱一次吧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My fair lady One more time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My fair lady 月亮姐姐 我们刚刚歌曲唱到最后 My Fair Lady 那这位Lady是谁啊 因为后来有一位皇后 她负责管理London Bridge 伦敦桥 可是她常常把维护桥的费用 拿去自己花哦 所以英国的人民 为了提醒这位皇后 如果不好好维护这座桥 是会发生危险的 所以就在歌词的最后面 加上My Fair Lady 我美丽的女士 就是为了提醒这位皇后哦 原来还有这么有趣的故事哦 那我们就再来唱一次吧 OK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My Fair Lady Great 大家都会唱了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我们一起快来唱唱跳跳 好朋友快快来 看我们一起玩 唱唱跳跳 开看星星 充满活力 看闲旅行 跳跳 一起玩 2 3 跳舞好快跌倒没关系 就算做不好别放弃 太阳依旧对你会微笑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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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世界真美妙 一直和你在一起 好朋友 Yeah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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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真美妙 擦拌眼泪天好游 美丽彩虹 有勇气 快乐向前行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世界真美妙 今天的画画魔法 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 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 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 画完线条后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 一起来上颜色咯 红 橙 黄 绿 蓝 垫 紫 好多颜色喔 小朋友一起想想 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 鸣晓的文化 我们来画面看吧 最后一张的目的 细 红 细 辣 细 细 细 红 红 细 细 细 分 有少年 参与的藏度 加油 加油 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 哇 美丽的热气球完成了 一起去探险吧 捏你吧 捏你吧 捏你捏你吧 捏一堆人人捏一些方方 编一辆小车爸爸吧 捏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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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一堆耳朵 捏一个嘴巴 编一个瓶子来插花 捏你吧 捏你吧 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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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一两小小包包包 捏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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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你捏你吧 捏你吧 捏你吧 捏你捏你吧 捏一对耳朵 捏一个嘴巴 变一个瓶子来唱话 捏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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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你捏你吧 捏一本薯条 捏一个汉堡 变一顿大餐开饭啦 捏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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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一顿房子 捏一套沙发 这里就是 我们的家 捏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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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幸福的啦 长袖长裤我准备好了 很好 不过我看你带着照相机 我还要提醒你两件事 第一 拍萤火虫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开闪光灯 第二 观察萤火虫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用手去触摸它们 要做到必强光不碰触 两个大原则 我知道了 简单来说就是不要吓到它们 没错 相信我们今天 一定可以观察到 超多的萤火虫的 太好了 小朋友 喜欢小昏虫 也要记得爱护它们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东西都带好了 不要 大家好 我是天主书姐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可以按下订阅键 这样可以常常看得到我们哦 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的话 也可以看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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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